粉粉们,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就是平时你们在蛋仔里是属于什么性格的蛋呢 嗯,虽然我现在是副高冷蛋的现象 但你们是知道的 这只是我在游戏里装技术段的高冷外表 直播的时候我就是个搞笑男哈 最近在玩蛋仔的时候我才发现 我是一个很较生又很小心眼的蛋 就比如说玩颠峰赛的时候吧 说如果有人撞我一下 我就必须得撞回去 不然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还有就是在玩绝战马编一蛋的时候 你正感到专心致志的描蛋呢 很多剑蛋就会把你给撞下去 这个我也忍不了哈 必须给他撞一下吧 我才能继续玩游戏 这就是我玩游戏的时候很小心眼的表现 我给我起名为心臉蛋 然后就是较真了 也就是在前两天 我才发现我是个特别较真的蛋 为什么呢 那天凌晨我上线准备录素材 还在犹豫格纳落的时候 突然看见一个蛋背着喷气背包 但是我发现 它的背包喷叶好大 一开始我以为是喷气背包改了 我就也想去整一个 正好可以带进素材里 但是我的很小 我才知道这是个bug 然后我就很想让他教我怎么卡 因为真的还蛮想玩的 但我不是个主播吗 我想让他主动教我 但他可能不认识我吧 我就加了他的好友 问他怎么卡 结果发现 他的聊天字体居然还是彩色的 这又勾起了我的求知情 我就跟他喷喷一动问 终于事先明白了 这个抨气背包的bug怎么卡 结果等我迫不及待的想尝试时 粉丝就把我包围了 当时可是凌晨三点四十多 将近四点 你们居然还不睡觉 唉 苦难 我只好开个隐身自己去尝试了 大致操作就是 先来这个地方拿一个抨气背包 然后把岛上的赛车开到传送门这里 这里注意要卡一个进不去传送门的角度 然后方向键不要松 一直点赛车复位按键卡住大bug 感觉大小差不多之后就可以下车 然后开个拱洞 等拱洞结束之后 你就有比别人大好几倍的背包喷咽了 哈哈 终于可以让我整明白了 然后我就在岛上一直给别人烫头 嘿大叔 你在抢谁 给你烫个免费的喷咽 大家在玩的时候要注意 不论是岛屿双新还是被别人报道 bug都会消失 然后就得重新再卡了 并且 这个喷咽的大小是可以罢屏整个弹开倒的 我只是卡了个刚好能玩的大小爽了几下而已 想玩的夹弹梦赶快去试试吧 这到时候又配网友给修复了 只是 那个彩虹自己的bug我还不会 评论区的夹弹梦有知道的吗 悉心求教 谢谢大家